第一個我們上禮拜的東西 基本上大概幾個重點 第一個我們利用安裝一個Request套件 那這個部分的話它預設是沒有的 所以第一個你要確認你有裝Request 不過後面如果要裝網頁上面的資料 可能要另外再裝一個BeautifulSoup 它才可以去抓網頁上面的Tag 標籤或者CSS的ID 你的ID跟你的Class 可以利用BeautifulSoup 可以去抓取資料的動作 另外當然抓下來的東西 如果你要檢視一些相關的資源 我是建議還是把NordepadClass 把它裝起來 如果你沒有裝這個東西的話 基本上有些東西可能 一些細節可能沒辦法看到 另外的話好像新增資料庫部分 那上禮拜有同學問到那個 就Exque 然後有提到Exque menu 那個Many我看一下 好像沒有加密的作用 主要是 你Insert into的時候 如果你資料比數很多的時候 如果跑回圈 一比Insert 一比Insert的話 其實很沒有效率 會跑得比較慢 那你可以怎麼做呢 你可以先把所有 Insert進去的資料 先把它包裝成一個List 然後再P次一次就是Insert進去 那效率會比較高 不過我試了一下 好像如果資料量不多的時候 其實感覺不太出來 或算那個秒數 好像差異性不大 但是你可能要非常大量資料 那差異性會比較大一些些 就Insert into的時候 你可以P次一次的可以做Insert 另外的話呢 其他就是說 再增加資料庫 把那個我們網路上的資料 把它做儲存的動作 所以上禮拜有把那個 零售市場的CSV 把它抓下來 並且丟到那個資料庫裡面 做儲存 那最後是有講到 有關那個Jackson的答案格式 那我們是以那個 台北市的那個公園景點為例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一樣 再看一下那個 上個禮拜的部分 那這裡的話 當然我們有 這上禮拜講到的這個部分 是那個就是公園景點 那另外零售市場這部分 我有補充了一個段 一個部分就是說 如果你要把那個Execute 本來我們直接輸出的部分 是這個地方 有一個Execute 就是CursorExecute 然後把這個Sequel語法 把它Execute 就是它這個Execute 意思是說 把這一筆目前找到的資料 網路上這一筆資料 把它塞到資料庫裡面 就一筆記錄 那另外你也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Execute後面加一個Many Many的話 就是說有很多筆 不是只有一筆 但是呢 你Execute Sequel的語法 表示的方法就不是這樣 你後面可能要多一個List 也就是要把上面的東西 先變成一個List之後 再整筆的新增進去 不過這個可能資料量大的話 才有感覺 那如果資料量小的話 可能就沒有那麼大的感覺 那其他 這個我是參考那個 那個 那個 Python的那個Doc 裡面有提到Library 它第16之6裡面 Ciclite裡面有提到 如果整筆輸入的話 你就可以用Execute 這邊加一個Many 那並且的話 Insert into的語法 就是本來是總共會有五個資料 那你就五個問號就可以 只是差別就是後面 這邊要改成List 也就是說 你可能那個List抓進來的話 你要再把List 放在一個List裡面 沒有 那個格子裡是List裡面還有List 你就把這個大的List 放在這個後面 它就幫你把所有這個List裡面的 每一筆資料 通通都塞到前面這個問號裡面 這個方式的話 好處是什麼 好處是那個執行的效率比較高 所以如果以後 你塞資料 假如說 會顧慮到那個效率 就是執行的速度需要快一點的話 這倒是一招 OK 那其他的話 當然你可以 當然我這邊有增加一個計時 如果以後你要算說 到底快多少 不過我真的算了一下 大概執行速度大概差不多0.4秒吧 如果你個別輸入也是大概0.5秒吧 差個0.1秒 如果差0.1秒的話 基本上 感覺應該沒有那麼大 不過我沒有試過啦 如果你這樣要塞的資料可能超過萬筆 或者是十萬百 甚至更大的話 那我想這個差距可能會更大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你們可以自己利用什麼 利用這個 上個禮拜我們講的那個零售 這個地方 我有把它insert 那其實只要改兩個地方就可以了 主要是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把它怎麼樣 本來是切割成一個list 你可以把這個list 再串成一個大的list 再把那個 丟到那execute menu裡面 去執行應該就OK了 那再來的話呢 請各位今天接著來看 有關抓取那個 Jackson檔案格式 那Jackson檔案格式 當然呢 你在一般性的資料 你可以用EVO 把這個資料呢 從網路上的這個格式 本來是個字串 你就可以直接轉型成Jackson檔案 不過另外還有一種情況就是說 你可能它的格式裡面 假如不是像目前看到的這個樣子 可能還有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說 你可以用另外一個 就是Jackson的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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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那個 去做那個資料的這個切割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做出來假設說 第一個請各位看一下那個 這個來源 來源部分 我是從那個也是台北市政府裡面 你可以把它點擊上面連結 那這個裡面其實就是包含公園一些相關景點 那這邊也相關敘述 它的欄位裡面包含就是有第一個 什麼景點的名稱 景點所在公園 公園的名稱 這個景點的名稱 還有什麼建造日期 當然還有這個圖片的那個 這個這個名稱 那再來就是其他相關的東西 那如果說我要把它get下來的話 請各位也許先把這部分看一下 那待會呢我們再接著從這邊再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